请说一个小话题 这个老粉应该都知道以前快一年了吧 之前做了一个说微软模拟飞行是印钞机的这么个视频 当时我的观点是靠这个游戏内市场 微软可以天天在印钞 当然那个视频里更多的说实话都是胡猜 也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 只是因为我是软件行业从业者 所以我对整个行业内如果你说开市场 那么你的工作其实就是印钞 我是从这出发的去做一个猜想 然后最近因为2024的公布 然后很多人甚至很多观众都是反映说 微软是不是缺钱了 打算要再做一波再捞币钱 因为2024现在的我们从已知的情报里来说 不存在免费升级这个概念 所以很多人玩家都觉得微软缺钱了 但我认为不是的 首先是玩家数 微软模拟飞行总佛的人 York Neumann最近在FS Expo的展会上公开说了 现在微软模拟飞行就是单指这个2020这一作 已经有了1200万玩家总数 这个数字是相当可怕的 这个数字的总数已经堪比辐射76了 先不说这些作品的质量 就单纯的说这个数字 其中有300万是核心模拟用户 但我们不确定这个微软对玩家群的分类的评判标准是啥 不过一般来说核心模拟用户是都会花钱买插件的 然后最近那个因为P3D Z6的发布 很多工作室就先不说放弃 但是初期的支持是没有 因为这么个事件 YouTube上有一个叫737NG Driver的一个主播 其实前几天他发了个视频 里面说到是他通过他的人脉 就是从一些第三方工作室了解到 现在在微软模拟配音里买插件的至少有200万玩家 所以感觉这个数和微软自己说的300万核心用户感觉能对上 然后我们假定用微软说的这300万那个数 在游戏内市场里平均每人消费了10美元 那么就是3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然后记住微软会从这每一笔消费中抽成30% 那么我们假定的这3000万销售额里面 微软可以赚900万美元 当然再注意这只是一个假定的数额 不要忘了还有卖拷贝这个事 当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微软模拟飞行其实是有四个平台 比如说销售平台 Steam Windows商店 Xbox游戏机和Game Pass 这四个平台的其实实际的销量数字 现在是没有第一方的公布 但是现在有一个第三方的参考就是Steam的数据 这个是有一个第三方的网站叫SteamDB 它是统计在Steam上发售的游戏的各种数据 比如说现在就在现在 微软模拟飞行有7000的在线玩家 根据它的这个统计 当然还再提醒一下 它们也没有实际的销量数字 但是它们可以根据它们的统计到的数据 来估算一个数 我们可以大体推测Steam版的微软模拟飞行 卖了至少有600万份 假定所有人这600万份都是用美元购买的基础版 也就是每一份就是60美元 那么就是3600万美元的卖拷贝的销售额 虽然这Steam自身也有抽成 但是一来呢上面的数字都是按很低的标准来估算的 二来在Xbox和Windows商店里也有买拷贝的文家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假定一下这个销售额 以及刚才说那个游戏市场里那个假定的数字 就是加一块至少至少现在有4000万美元了 但再次提醒啊 很有可能你会说这当然不是什么阿根廷区吗 但是再次提醒上面的数字都是一个以很低的标准的估算 我甚至个人觉得现在的卖拷贝 以及游戏市场的所有的销售加一起 微软从中获利至少有1亿美元了 当然这个是我假定 至于回本了嘛 微软模型飞行的开发成本和云服器的成本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用史上成本最高的游戏 GTA5来作为参考 GTA5的总研发成本是1.4亿美元 然后算上市场宣发方面的其他投入 总计是2.65亿美元的信息投入 当然了 微软模型飞行还有云服务成本 像是游戏内的这些网络流量啥的 这个开销也是极大的 那么至于微软模型飞行是否赚钱吧 我是只能说是我现在有这种 以很低的标准估算的 微软有至少4000万的销售额的某个数 当然一来这个统计的方位很片面 二来我的这个猜测的标准很低 所以很有可能数字是比这个数字大非常多 当然还有一点猜的 当然还有一个侧面的官方的消息 是微软给安诺诺夫打了100万美元支票 别忘了那家安R25 微软是说过所有买安R25的这个销售的收入额 会打给安诺诺夫嘛 他们光卖225就至少有100万美元的销售额在里面 各位想象一下游戏的市场的这个销量到底有多少 然后还有一个参加数据是Asobo Asobo在微软模型飞行刚开始的 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 团队内只有不到50人 到现在在Asobo负责微软模拟飞行的 所有的人员加一起已经超过150人了 所以这个数字已经数字挺恐怖的 再次提醒是用一个很低的标准去估算 然后最后我的结论是 它是营销机 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 各位可以先继续说 我觉得吧 它商业公司不可能亏钱吧 亏钱它还做2024个嘛 对说到这一点 还得跟各位可能玩模拟飞行的这个朋友 可能玩家少一点 给各位解释一下 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下 一个游戏能出续作 持有两个可能性 是第一作太亏钱 但是工作室还认为我们能救回来 第二个可能性是第一作太赚钱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哪个可能性呢 他现在真的赚钱呀 肯定是第二则呀 至于游戏的市场嘛 各位可以看一下 游戏市场有一个很很直观的这个数据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每一个产品的评价的数量 因为是只有买的人才能评价 前不说质量啊 像那个Captain Sim最开始卖的底下767 光评价数量都是上千的 你说多少多少人上当了吧 对吧 当然又卖的好的 像那个Just Flat那个BA146评价数也很高的 不是老虎还有个数据 你看那个Fly SimTO上面 有一个给那个Captain Sim做那个航电的 那个玩意儿下载量5万多 我说 不过 就没东西看了 对我差一嘴 按量说这个这些玩家分类是比较好的 包括微软不自己说嘛 有300万是硬核玩家 然后很有可能你说的这个你能对上就是硬核玩家 更多都是接触航线飞行 对啊 当然可能对于微软来说 他更关注的是 这帮玩这帮300万的人 这是买东西的 都是会花钱的 是啊 哪怕你是用Xbox 哪怕你是用Game Pass 所谓的免费玩 嗯 你不还是得消费吗 对啊 我就这个意思啊 对 可以自己玩的频率算一算自己是不是那个300万里头 然后你可以摆一摆手指头看看你在这个平台商店里面和外头已经花了多少钱在开店上 就可以足够支持老胡刚才说的这个平均消费 平均消费10美元是一个太低太低的一个门槛了 对 你平均按100那你直接数字成了10出去了那那数字太可怕了 还有就是他对于XGP的这个促进作用 这微软故意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实你仰真让我来说啊 你就想象着用户牛门 其实他现在脑子上全是问好 说怎么就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怎么就搞了一个1200万用户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确实一开始谁都想不到 这游戏其实挺小众的说实话 对不是老胡弹幕这个问题我能打 10美元在游戏市场里可以买一个灯杆 对 反而这一有灯杆啊我靠 我给各位解释一下 你应该各位应该注意到 就是常惯游戏市场的各位应该注意到了 最近有一个组就是铺天盖地的出夜景增强 然后他们现在他们不只出城市的了 还出机场的了 但是他们机场的那个插件 你知道卖的是啥吗 真的是在那个机场里他都没改地景 就是在默认地景上放几个灯杆进去 然后卖10美元 特别屌 特别屌 不要买啊 不要买 关键是有人买 这是最糟的 刚刚我刚刚插件有到吧 你可以考虑一下现在 就是虽说我们刚才说那个赚钱的问题 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不少致力于做免费插件的 而且质量都真不差 你可以先从那方面去入手一下 比如所有人都会推荐的 就是一个叫Fly by Wire的组 做的A320 Neo 开源免费 质量非常棒 所以其实我觉得2020里面 他微软做的最聪明的一个点是哪里 知道吗 他里面做的最聪明的一个点 就最最结合商机的这样一个点 就是他把游戏市场 把市场加到游戏内 这个点是最聪明的 为什么 想当年我们在玩模拟飞行的时候 别说什么游戏市场了 这不存在的东西 你想要买插件 要么就是去这个插件的这个官网去买 要么就是有一个综合市场叫CMarket 在这个网站上买 对吧 然后去过的肯定都知道 包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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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ORG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官网上去买 但是微软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能进市场的全部尽量放到市场内 让你一件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 我觉得相当合理的 而且是相当方便的一个东西 对 对 我再说一下 你放以前各家都有自己的安装器 对 各种各种反 然后很多家的安装器要的权限还贼高 恨不得杀猪软件都抱这玩意是木马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就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想法其实已经想到很后面了 把游戏市场游戏内市场这个东西开通以后 对于第三方的基模插电机器来说 除了像Phoenix这种 它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在这边放在这边 它没有办法进到游戏内市场 像其他的你像包括像PMDD不多也进去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举措 换做以前十几年前模拟飞行想都不用想 你只有去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去的最多的就是CMarket这个网站 有人现在买低景多方便 对啊 手一点花钱了 你的头顶的那个进度条没了 对我没看过直播UI都没了 像录这个画面 哦哦哦 然后大地带就是啊 对那就是说模拟类好像游戏好像做的最早好像也就是多乐堂 那个模拟火车也是做内置市场 我记得印象中 对但这里面还有一点啊 可能很多人都忽视了就是 微软模拟飞行是Xbox主机平台第一个带内置市场内置市场的东西 是第一个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PMDD的那个DC6上架之后那个问题用了一年才修好 因为没有人知道会发现那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游戏市场解决了很多问题 就像老胡前面说的一点就很重要就是 你不用再去接触奇奇怪怪的安装器了 尤其那一点一些一键安装就把你全部装进去了 你根本就不是要额外打开其他的东西 这太方便了 哎我就这么跟你说 那个XP我那时候装插件装一遍以后我就再也没革新过了 就交通工具这一块模拟的话好像他会到头我感觉 怎么感觉会到头的 他不可能有什么再有新东西 那不一定 你要是从点面看 一个是游戏性一个是模拟性对吧 对 游戏性上 你现在说到头是因为没有人挖掘游戏性 是啊 我感觉游戏性就已经到头 所以你看这次微软模拟飞行挖掘游戏性是整个模拟类游戏的头一遭啊 之前有人没干过吗 确实 对吧 实无全力 就光2020里的那个着陆挑战以前有人干过吗 没有没有 对吧 但他做出来就发现我从合理啊 真的没人做过啊 对 你也不说别的了 光这个VFR飞行你以前都根本 我以前是根本都没想过 不 这个也是技术原因 放以前你怎么做 你没法做的 对吧 但是主动挑战是放以前能做 但为什么没人做 这是就是说没人从游戏上去进行发掘 对吧 对 然后模拟层面 能做的事也太多 你看微软在2020上实现了一个CFD 以前有人做过吗 现在他能把CFD做出来 不还是因为PC硬件一直在发展吗 微软 微软 你像微软这个公司的这个体量 它是紧跟技术发展 他们对吧 你就这个这个这个做法你懂的 对 对 包括这次2024他做2024很大原因也是AI技术发展起来的 对吧 对 是 我感觉也就是到2024以后 他那个任务生亚模式之后 我感觉就就是瓶颈了 那不一定 你说瓶颈还是那个问题 没有人没有人做过 这是头一遭 是后续还能做好多东西呢 只不过我们都没人想到而已 对吧 确实 但能有啥呢 是不是 那就是看阿索沃和微软去想了 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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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